教会的书信里面 他这样子教导信徒说 你要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扬动 这个异教之风呢 就是使人改信另外一种宗教 那也就是说呢 使人从原有的思维方式呢 转变为对方的思维方式 法利塞人跟斯基萨都该人呢 要使人怎么样 规信犹太教 他们用各样的方法 他们会向人为人做了很长的祷告 但是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要吞吃寡吃的家产 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要改变人的思维 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要改变人的信仰 我们也必须小心 法利塞人就是如此 而那一条蛇更是如此 它改变了夏娃的思维 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念 请 好 简单的一句话 却改变了夏娃对上帝命令的整个的领受的思维 但是上帝怎么说的 在二章十七节上帝说 他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结果呢 夏娃选择他想要吃的 这个行为的背后的意念呢 就是不信 夏娃不信 他到底不信什么 不相信什么 我们的始祖 他不相信神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神说他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他们无法相信 如此美好 月人眼目又看起来很可口的果子 居然会带来死 所以他们除了不信 还把神当作说谎的一样 更可悲的是 他们宁愿相信某鬼撒旦 他们也不愿意相信神 英雄姐妹 不要看错了 不要以为只有愚昧的亚当跟夏娃 才会不把神的话当话 来记来听 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 你不要说你跟他没关系 我们都是从他们而来的 所以我们都像他 我们都像亚当 也像夏娃 我们怎么像他呢 神说师比受更为有福 但是我们的意念却告诉我们说 不见得 我如果多给别人 我就吃亏 神说为喜爱耶和华律法 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 但是我们呢 却不想读经 也懒得祷告 我们用行动直接表明 我们不这么认为 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 因为离乐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而我们的生活正反映出 离乐神 我们才什么都可以做 是不是 离乐神 我什么都可以做 离乐神 我伤人办法 我都做得出来 夏娃听见 他听见什么 他听见到 蛇对他说 这个吃到三二书上的果子 你如果吃了以后 你就能够像神一样 也就是说你可以由自己去处理和掌管一切 让自己脱离上帝的安排跟吩咐 你们变如神 这是蛇对他们的塞狼 让自己变为神 至少是在地位上自我提升变为神 所以他们很受引诱 因此结论就是 夏娃跟蛇所追求的不是智慧 而是与造物主同等的地位 缩穿了 就是人自己想要成为万事的主人 注意 这是人想要的 这是撒奈一直以来 处心积虑在挣扎追求的 我们都做过青少年 青少年当我们开始懂事的时候 我们都想要怎么样 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爸爸妈妈讲的话都会听 会当做参考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 人的罪性 其实从我们整个人的生长过程 就可以看见 不过从这里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撒旦真的很高明 他利用正确的动机 你们变如神 你们变向神 来引诱人 人希望 人非常的想要像神 像我们的上帝那样 这个没有错 这是人类的最高的目标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我们要叫基督徒 因为我们就是想基督 我们希望我们都像基督 所以我们像神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 是我们应该去渴慕跟追求的 我们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做 但是撒旦 误导人不按正途来达到这个目标 而用诡诈 迂回的话 使人藐视神的权威 并且试图鼓励人取代神的地位 自己做主 而这个用意呢 是什么呢 让人以为自己决定什么 对自己最好 才是向神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这是撒旦 怂恿人做自己的神的一个非常大的用心 撒旦借着蛇向人撒谎 表面看起来 蛇说的话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很有道理的话要注意的 不一定是真理 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以后 特别吃了分别三二树上的果汁之后 他们的眼睛就明亮起来 发现自己是刺身露体 就觉得羞耻 虽然他们有了分别三二的姿势 但是他们不能选择善跟恶 因为从那时候开始 他们就背逆神了 虽然我知道什么是善 虽然我知道什么是恶 但是我有没有能力去选择它 没有 我知道善应该去做 但是我做不到 我知道恶不应该去做 但我偏偏怎么样 说谎 偷窃 发怒 等等 所以呢 为什么知道善恶却做不到 因为我们在一年龄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背逆神 罪在我们里面掌权 使我们做不到我们知道的事情 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固然追求属灵的成长是好的 只是我们要留心去检查 我们是在跟随神呢 还是在追求像神一样的能力 或者是权力 不要让知识或属灵的能力 使我们自高自大 要谨静 骄傲在败败以先 当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 注意了 当你发现你越来越不喜欢 你听父母对你说教 当你越来越发现 你自己不喜欢 你在教会里面听传道人讲道 当你越来越发现 你认为你的辅导的话 简直是多余跟啰嗦 你就知道 你已经不能够服在权柄之下 感谢神 如果你发现这样的事情 那是因为在你的里面的生命 有一个悖逆的信息已经出现 你不喜欢服在权柄之下 你们都想要自己做主 想要做自己的神 而当你们或者可以说 我们都有这样的建材的时候 我们都察觉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讯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主 因为那是神的怜悯 当我发现到 我真的越来越不喜欢 我妈一直在我旁边唠叨 我真的越来越不喜欢 教会的传道人一直讲这些的道 我听得很沉闷 你要感谢主 因为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 为了使我们悔改归正 最可怕最可怕的是 我们看不到 也感觉不到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对自己 已经有这样子的不耐烦 不愿意听从 不愿意顺服权柄这样的问题 你感觉不到的时候 那就严重了 因此我们要常常为自己打告 求神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 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求神显露我们的恶行 并且帮助我们 悔改转化 免得我们跌倒一绝不振 我刚刚听到家里带诗歌的时候 我很感动 为什么感动呢 其实就是东海大学的 他们所发的那一封信里面所讲的 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 但是我们爱他们爱得不够 刚刚的诗歌说我们要怎么样 全心向你怎么样 顺服 刚刚那个全心 不是我们教会的全心 是诗歌的全心 那个全心 全心全意的全心 就整个跳出来 我就跟上帝说 我真的是用全心来敬拜你吗 我真的是用全心来爱你吗 如果今天我们有家人在捷运里面 结果他在出门的时候 我跟他吵了一架 或者他今天对我讲一个道 我们根本不想听 讲的话我们根本不想听 跟他点个嘴 结果就这么不小心 在那一瞬间 他在捷运上面 就这样离开世界 你也没有机会 跟他说对不起 你没有机会了 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 但是我们真的不够爱他们 我们爱我们的神 但是我们要说 我们也真的不够爱我们的神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八道十一节 八道十一节里面 有一个捉迷藏 你们知道捉迷藏这个游戏从哪里开始 就是从伊甸园里面开始的 玩这个游戏的不是小孩子 而是两个成年人 他们把自己躲藏起来 他们藏起来了 看到神来了赶快躲起来 生怕被上帝看到 但是这不是儿戏 这不是一个游戏 这乃是一个非常极其严肃的事情 因为在这之前 人类也就是这两个人 就这两个人 亚当跟上马 在这个之前 他们跟神本来的关系是过往甚密 然而现在 当他们听到上帝来找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不经颤抖 并且赶紧地藏身 怕被上帝发现 根据第十节 亚当自己的解释是说 因为我害怕 因为我害怕 为什么我害怕 原来我赤身入体 但这还不是真正的理由 主要的原因是他犯了罪 罪恶使他丧失了原有的存真 也使他成为赤身入体 亚当躲避上帝的另外一个原因 在于他完全的互解了上帝 他不知道上帝来找他 不是要定他的罪 上帝来找他是为了要拯救他 为了要替他穿上衣服 罪使人变成鱼丸人 难道人以为自己能夺躲避上帝吗 你真的以为你躲在树丛里面 上帝就看不到吗 你真的以为你躲在房间里面 干不好的勾搭上帝不知道吗 你真的以为你里面的心思意念 存什么样的恶念 是神不能察觉的吗 你太少看神了 罪歪曲了人的理性 亚当若是神智清醒 他应当主动的去寻找神 他应当去找神 直接赶快跟上帝认罪说 神啊 我吃了那颗不能够吃的果子 我向你认罪